男生不太相信她是吧 我是觉得她太单纯了 在外面容易吃亏 而且你总是守着我 我之前去外面兼职 你总是形影不离 你也有你自己的时间 你干嘛要浪费你的时间 花在守在我这件事情上 我工作的话我兼职 我也要很认真的呀 哪有空总跟你在那瞎扯 我只是想陪你啊 我陪着你难道有错吗 我花我的时间陪着你 相当于用我的时间 耗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还觉得我束缚了你 控制了你 你是不是觉得 这样会伤我的心 你有你自己的时间 你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 不要总是天天围着我转 那我自卑的时间 就是围着你的 我的时间就是给你的 是这意思吧 对 我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 可是她并不这么觉得 觉得我是在害她 那我之前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说我不开心 我前男友在这下评论 你怎么就因为这个事情 你不是小肚肌肠是什么 难道你发一个不开心动态 她就能够回复一大段 这里长那里短 问候你问候 就发不得说你在她身边 她能够安安心安慰你 你知道我怎么想啊 可是你怎么不想着你来安慰我 就想着指责别人 还特地跑到我学校来 坐几个小时车来质疑我 我想安慰你 我也想安慰你啊 可是我在我安慰你之前 你看到有一大堆男生 会安慰你了 你还需要我安慰你吗 你觉得一样吗 可是当时已经 那个前男友回复的太多了 我当时也是 海神家也是男闺蜜吗 那是他前男友 那也可以转男闺蜜吗 但是他疑心病特别重啊 我疑心病特别重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 按理说你们俩是 那么好的朋友关系啊 然后才变成了恋人的 他什么样的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但是之前做朋友的时候 他很好 但是做恋人之后 他就对我管得很严 而且他来找我之后 他还强行让我打电话 给前男友 干嘛 确认是不是很久没有联系了 真的假的 对 那你怎么打呢 你这个电话 我后面实在没有办法 怎么说都说不了 我就直接打过去 然后我就问前男友 我前男友就逼问我 我们是不是很久没联系了 哎呀 很尴尬啊 而且走之前 还强行删除了 所有男生的联系方式 几乎就是要让我跟所有异性 断绝联系的意思啊 你说你这么单纯的人 我能放心吗 就像上次你说你去旅游 我说跟着去 你不肯我去 那我就为了避免争吵 我就不去嘛 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说我去接你 你知之乌半天不让我去接你 我就问你究竟为什么 然后你结果你告诉我说 你有另外一个异性朋友 开着小车去接你 你一个大学生 你说你旁边有个朋友 开小车的 那是一位以前玩的挺好的朋友啊 但是你并不知道 因为没有跟你认识过 没有认识过 你朋友一朋友一朋友 我怎么会有不知道的呢 突然冒出这么一个 开小车的朋友 那我能接受吗 可是你也没有必要 就因为这件事情 打电话给我妈呀 你告诉我妈 告诉我什么 算什么回事 我劝你你又不听 我只能跟你妈讲 你不懂得拒绝她吗 你为什么拒绝我不拒绝她 你之前也说 告诉我你很累了 我想你多休息一点 那你知道 有这个理由来拒绝我 那你为什么不以 其他理由拒绝她呢 那我怎么想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所以说我就觉得 你这人就特别的小心眼 容不得我跟别的男人 接触一下 姑娘我问一句啊 你现在做什么事 是不是都得先跟她汇报啊 对 不然然后 她就要跟我吵架 我只是想确保她的平安 你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 她人特单纯你知道吗 你害怕一个和你一样的男闺蜜 也对她下手 那不是 那是担心什么呢 她很容易吃亏 很容易受委屈的 太单纯了 所以你觉得是你的女朋友 你不想让她吃亏 对 你才这么管 没错 你跟她聊过 她这样管你 你会很难受吗 我跟她讲过很多次 可是她一一孤行 我跟她一起吃亏